對於刻意傳播錯假消息的情況 也會密習來加以偵查辦理 來深知以防 所以對於抖音的處理 我們政府會很審慎來辦理 可能因為抖音的來源吧 可能是比較偏向中國大陸那邊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管制 就是說可以不用到那麼便宜 怎麼會限制我們一種娛樂活動也要禁止 本來就要具備媒體制度的能力 台灣本來就是主張言論自由不錯 就變成可能說我講了一句話 會不會受到什麼攻擊之類的 全部的社交媒體全部都要限制 不是說抖音 限制就限制 抖音想父母擺養 現在假訊息就已經夠多了 其實在每個地方都會有 Line上面也是很多 長輩也會傳去家庭 應該要同整一個大方向去做限制 台灣就是應該是很民主的地方 大家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必要限制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娛樂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娛樂 而不是就是限制人民的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一些 可能更多的政治工作 人民現在可以發表 然後輿論的平台有很多 像抖音也是其中一個平台之一 會稍微有一點限制 人民的自由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那這個抖音呢 畢竟也是一種娛樂聲心的軟體 中興主任是不是要找林楚英來當亞 可怕綠色恐怖要來了 民進黨這招還玩不逆啊 都看守內閣了 還懂得新增單位 開始要酬庸了 只要批評民進黨等於認知作戰 可憐自安弄好點還比較實在 連一般詐騙都搞不定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製作科菲爾益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四方 acab未 Citizens 高